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十善叶道经》第八面 经文道书第四行 从当中看起 二 得不坏眷属 无能破骨 这个果报 我想 不论是古今中外 所有业劫众生都希求 人人都希求 可是未必人人都能够得到 所以我们看看 现前的社会 夫妻不和 为什么会不和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因素 就是被第三者挑拨 而自己听了之后 性以为真 不求深入的了解 两个人彼此怀疑 彼此不信任 这就将整个家庭破坏了 别人这个建立挑拨 这是语言 应是什么呢 应是自己曾经遭不善意 我们自己常常就破坏别人 到后来果报还自受啊 也有很多人来破坏自己啊 一定的道理 夫妇家庭如是 你的团体 社会 国家 一副如是 因果报应 是世出世间的定律 真理 菩萨修行成了佛了 也没有办法改变因果 这个道理 在佛经里面 讲的很多 讲的很透彻 没有法子改变因果 而且佛法里面 跟我们讲的 确实 想想看 是很有道理 这个善恶 因果 不能抵消 不能说是 我过去造了很多恶业 现在我都做善业了 我将善业来抵消它 将功遮罪 这个世间法有 佛法里头没有 所以不能抵消 抵消是 不合道理的 但是佛告诉我们 你造的这个 不善业 这是因 这个因要变成果 当中一定要有缘 不善的业因 再遇到不善的缘 这个不善的果报 才现成 所以佛教给我们 我们不善的业因 早就造了 过去生中 生生失事就造了 你没有遇到佛法 你怎么会知道 善不善 随顺自己烦恼 天天在造业 所以不善的业因 是三卧道的业因 无逆时务的业因 哪个人没有 各个人都有 可是 做佛 做菩萨的善因 也是每个人都有 这是佛常常说的 我们十法界的业因 统统对我 那将来我们的 舍法界 在哪一个法界 去受生呢 我们当然希望 神天 想天父 更高的希望 是希望做佛 做菩萨 得大自在 得大智慧 我们这个业因 全都有 关键的 在缘上面 换一句话说 我们这一生 奇心动念 严于造作 是 随哪一个缘 如果我们随身 佛的缘 那就恭喜你 你这一生 决定作福 如果你还要随身 烦恼的缘 随身 自私自利 随身 贪嗔 吃慢 随身 无一 十无一 你将来的果报 决定在散途 所以一切果报 不是有人在主宰 佛菩萨 不能主宰这个事情 阎罗王 也没有权力主宰 天神上帝也主宰不了 什么人做主呢 自己主宰自己 这个是在佛的经论里面 讲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 我们纵然受了不善果报 决定不能够怨天友人 纵然是别人欺骗我们 这个是毁谤我们 我们上了当了 我们也不能够怪他 为什么 他那是个语言 我过去身中造作的不善 所以才遇到 如果我身身事事都行善 这个无缘 我不会遇到的 那我们再想一想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这个使 使出世间 至善之人 没有比这个更善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 毁谤阿弥陀佛的人多少 那毁谤净土经论里多少 毁谤 释迦摩尼佛就更多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释迦迷陀 在没有做佛之前 跟我们一样是凡夫 所造这些毁谤 做了佛了 还要守报 你就晓得 应援果报 不可思议 去唐朝 许多同修都知道 伯仗禅是一个故事 叫叶胡产的故事 这个历史记载 绝不是虚妄 伯仗大师 每天也是讲经说法 唐朝那个时候的佛教 是教育 不是宗教 佛教变成宗教 是清朝中叶以后 这个时间并不长 我们算算顶多 也不过两个多年 不会到三百年 那个时候是教学 寺院安堂 天天上寇 听众当中 有一个老人 他每天都来听 所以大家对他很熟悉 人家问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后山 每一会必参加 大家都很尊重他 这个老巨师 伯仗大师知道 他是个狐狸精 他不是人 伯仗大师知道 有一天这个老人 向伯仗大师请教 说明 他自己 过去生中 也是一个讲经 说法利法斯 有人向他问了个问题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他回答呢 是落因果 他回答是 不落因果 大修行人 不落因果 这一个答复 打错了 因为这个错误 他堕得出生道 堕得狐狸 无本事了 觉得修得不错了 现在能变成人形 但是没有办法 脱离出生道 求伯仗大师帮忙 伯仗大师 好 明天 我们在大众讲经的时候 你出来 把从前别人 问你这个话 你提出来问我 所以到第二天 上课的时候 他就出来请教了 请问这个老和尚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拜仗大师 给他改了一个字 不媚因果 这个不落因果 就没有因果了 大修行人是 佛师大修行人啊 法身菩萨大修行人啊 他还有没有因果报应 有 不什么有 这个老狐狸过去 大夫的时候 是什么有 这个大夫错误 拜仗大师 是什么 不媚因果 因果有 清楚 一点不迷惑 我们知道 一切众生 无量 接来 所累积的 这个 业细 种子 善物 都是 无量 无边 成佛 佛在 舍方世界 教化众生 也遇到很多 悖逆之死 那是什么呢 过去 身中的 不善 也因 现行 那 现行 佛很清楚 很明白 不像我们 我们遇到 这个挫折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们遇到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 这是哪 哪个什么时候 的一笔账 好 现在勾掉了 削了 爆掉了 就不媚 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修行人 应该怎样做呢 从今之后 不再造 卧业了 这是真正回头 转卧 修行人 圣经里面 绝不生 贪念之心 逆境里头 决定没有 晨晦的心 顺利 静远 都要以 平常性 以真诚心 清信心 平等心 来出世 待人 这就对了 错知 冤枉 决定是有 不要说没有 释迦牟尼佛 都有 这个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 也有 所以 真正 觉悟的人 对于英国 非常 深重 我们从这个道理 醒悟过来 我们对于人生 宇宙的看法 就斩变了 这就是法华经上 所说的 入福之间 福是圆满大举 人与人之间 要活目 人与死 人与无 再发展到 家与家 过与过 族群与族群 我要竞争 竞争不好 要活着 要活目 要活着 活着 大家都有福 竞争到最后 就变成斗争 竞争的发展 不可能 不斗争 斗争是非常 凄惨 这是 极重的 罪业 所以真正 觉悟了 就给 冤家 债主 我们那种 冤恨 也要把它 划除 他对我们 不合目 我们对他 一定是合目 他对我们的心 不平 我们对他的心 是平等的 时间 时间久了 自然就能感化了 就化开了 这个绝不是一时 是长时间的 所以祝福菩萨 为我们实现 师尊弥陀 都是九元界 都已经成佛了 一直到现在 这个社会上 还有许多人 回报 你才晓得 这个 这个夜阴 果报 非常严重 我们要在 齐心动念上 去改过 无论对人 对四 对五 都应当 和母相处 都应当 互足 互足 我们看到一朵花 看到一朵小草 被别的枝条 妨碍了 这亚裔了 我们把它解开 让两面生长 都很活泼 对五 都应该如此 后悔对人 事出世间 神仙 常常教导我们 冤家 遗解 不遗解 不要给人 戒怨 有冤气的时候 要把它化解 这是智慧 这个叫 善心 善心 学佛 就要从这里学起 那么这一段 告诉我们 我们决定 不念识 决定 不挑拨 是非 这个要注意 为什么呢 有的是 有意 无意 有意 大概是 与自己 利害 发生冲突 想方法 想方法 破坏 怕别人 怕别人 妨害自己的 名利 这是有意 无意 无意 无意的 是听信 谣言 人 云 云 云 与自己 确实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喜欢听信 谣言 喜欢传播 谣言 这个习气 很多人 有啊 可是这种造的业 他还是要受报 欢迎一句话 我们如何对待别人 一定感到别人怎样对待我们 所以中国圣人 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话是 生命 因果报应 我自己不愿意受的 我决定不能够家住别人 我不愿意别人 挑拨我的家人 不愿意别人破坏我的家庭 挑拨我的事业 破坏我的事业 我就决定不可以 破坏别人 念舌的果报 是要随着 他的影响 如果他影响的范围又大 影响的程度 深远 他的罪报 就严重 特别是 佛门里面 佛法 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 佛法是 人天也莫 诱导人 断物修善 帮助人 超凡入圣 这是事出事件 第一等的善心 第一等的死业 如果你 轻易的去破坏 去阻扰 去阻扰 毁谤 陷害 古无暴在阿比地狱 经论里面常讲 杀人 罪很重 你是断人的生命 其实 这个罪重 要跟起 断人会命的罪业 不能相比 什么叫 断人会命 把别人 学佛的机缘 断掉 对于佛法的信心 破坏 这个最过重 这个是事出事件 第一等的重罪 堕阿比地狱 无力罪里头 最重的 就是这个罪 破坏 这五种罪 都是堕地狱 但是堕地狱的 时间长短 不一样 所以无力罪 杀父杀母 杀欧罗汉 处佛生血 都是堕阿比地狱 时间短 破坏 堕阿比地狱 时间长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尤其是一个 纯正的佛法 那你要是破坏 可不得了 夜阴果报 我们必须要想得 我们不希望 有别人来破坏 我们的家庭 眷属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 调拨别人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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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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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